你自己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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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个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应该是都抱的生物类的 国际 兴趣 与贸易 一块商量着来的吧 就朋友选的 然后我也选 我是自己选的 我是学计算机的 会计啊 家里选的 可能就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好吧 我应该是抱的金融类的专业 一块商量的吧 我抱的是戏剧影视文学 我当时还是自己填的 就填了就交上去了 现在感觉还行吧 适合现在社会上的发展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象它怎么样 就是因为当时比较热爱生的这个专业 所以后续就选了这边 然后也一直在学习 现在在读博士 对 确实是要一直往上面读 如果我是做基础的话 就比较需要 而且就业也不是很好 还行吧 你各行各业都比较需要这个东西 它会计它是一个文科专业 它严格来说它跟计算很没关系 就很少有关系的 经济法嘛 一个是经济法 税法 然后这个财务管理啊 包括一些什么的 会计时操电算化 这些你都要了解 在那个阶段可能对这个行业 没那么的了解 但是当时可能也比较热门吧 现在行业算是在一个低谷期吧 但我觉得未来可能发展的潜力还是在的 比那会儿好像都是商科就渐渐渐渐的 就是刚开始热门的趋势吧 所以算赶了个 算是一个头吧 然后大家觉得不像这两年 学财快金融的多 对 所以那会儿选了这个 我觉得专业很重要 其实选一个好专业看什么 就看它的后面的一个就业的前景 以及生活压力大不大吧 就感觉像一些比较实用的 就是我同学他们学体育的 他们现在生活的也比我好很多 主要看长辈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吧 我觉得就是过来人有没有什么经验 可能自己还是不太清楚吧 当我们去报支院的时候 往往听的都是父母的意见 别人告诉你的什么意见 也许我们自己对好的评判不是这个 也许我们毕业后 到时候真正去投工作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我总能找到一份工作 但我就是想干一个我喜欢的 就有这种想法 现在可能从国家大的方向上看 就是比如说工科类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这种比较好 现在不是计程电路和半导体 比较好一些吗 像煤矿了啥子 也还行 第一件事就是说 看以后想干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你想干的跟你 是不是你自己想擅长的 第三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建议就报好支援之前 先了解一下 你要报的专业要学什么课程 以后就业方向 包括说你意想的学校 他的教学大纲培养方案 包括说是学校师资 条件 是不是达到你心理预期了 这些吧 知己知彼的战略去考虑吧 我觉得加油吧 每个专业 能学的靶尖的话 其实都很好 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可以 我会让他们更谨慎的去报考 影视文学 指出来是编剧 所以如果你想报这个专业 你要想一想 你觉得你真的在写作 创作上有很大的热情和天赋吗 尤其是这种影视创作 你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可塑性很强 但是你刚开始的话 可能不太好就业 就业机会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政治压力大 你报完医学专业之后 你走上这条路 你这一生可能都要再去学习 对 一辈子都在学习 除非特别想报的情况下 可以去试试 我感觉什么性格的人 干什么行业应该都可以干好 想干好都可以干好